Stainless Steel 不手鋼是一種鋼鐵的鋼鐵 通常加了鋼鐵、其他的鋼鐵 通常用來煮煮鍋 你家裡的煮鍋很多時候都是用Stainless Steel Which of the foreign is the advantage of using鋼鐵, instead of pure metal? 第一,Stainless Steel has higher melting point than鋼鐵 這個是錯的 很多人都以為鋼鐵硬一點 但如果鋼鐵硬一點,鋼鐵的鋼鐵硬一點 所以鋼鐵硬一定是高一點 其實不是的,鋼鐵硬的鋼鐵硬是比鋼鐵硬低 為什麼呢? 這個比較深一點,我就不詳細說了 為什麼鋼鐵硬一點呢? 最主要不是因為鋼鐵硬強了 而是鋼鐵硬的鋼鐵硬是這樣的 所以鋼鐵硬是很整齊的 所以鋼鐵硬是很適合的 因為鋼鐵硬的鋼鐵硬是可以滑起其他人的 但問題是,如果加了鋼鐵硬的鋼鐵硬是大塊的 尺寸不同,或者加了一些硬碟硬 其實你會把鋼鐵硬直撞起了 而令鋼鐵硬的鋼鐵硬 鋼鐵硬的鋼鐵硬是不容易滑起其他人的鋼鐵硬 所以其實鋼鐵硬的鋼鐵硬會減低 即是會硬了 但這跟鋼鐵硬是沒有關係的 即是跟鋼鐵硬的鋼鐵硬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其實它不會令鋼鐵硬的鋼鐵硬高了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錯誤 很多人以為鋼鐵硬的鋼鐵硬會變成鋼鐵硬 會變成鋼鐵硬的鋼鐵硬會變成鋼鐵硬 但這是錯的 鋼鐵硬是強硬的鋼鐵硬,這也對 鋼鐵硬是有更好的鋼鐵硬 這一定是對的 所以是2和3,答案是C 第一次的 Let's Minyan 太誇張了 然後它的接鋼鐵硬 B